在我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出名的人物 这些人物是有些虚构的 有些却是真实的 接下来小编就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王不过相 利不过霸 将不过礼 权不过金 这句俗语说的人物到底是哪几位 其中的王不过相想必大家都知道 指的正是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十分有名 是楚国名将 项燕之孙 他找人跟随自己的叔父项羽 在吾中起义反秦 后来在项羽阵亡后 他自己组织起义军 在巨鹿之战上大发神勇 轻松松松就打败了秦军的蒙烈进攻 要知道 他当时的人马和秦军的人马 简直是天壤之别 虽是如此 他照样也凭借少数人马 战胜了敌人 这对骄傲的项羽来说 简直是莫大的荣耀 虽然说他最后败了刘邦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是个极为勇猛的女士 离不过霸 这个指着正是李渊霸 李渊霸虽然是个虚构人物 但是因为随唐演绎的勇故 我们对他非常了解 他确实极为厉害 即便是天下排名第三的陪元庆 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奈何像这样的虚构人物 死的时候却极为荒唐 他因为在打雷下雨天朝天大海 与天空势比高 从而导致他被雷公婆婆劈死 全顾过筋 如果大家曾经看过金庸的作品的话 那很有可能了解到 在天雷八幕上有一个扫地僧 武功十分盖世 在小说当中 他的武功高到令人发誓的程度 极大爵士高手和他无分对打 也奈何不了他 这里边的这个他 指的就是金台 金台有可能只不过是传说当中的人物 但是在北宋时期 却被誉为中国武学第一人 不过这样的人物可能纯属虚构 完全是孱弱的宋朝人 想象出来的一个完美人物 对此你怎么看呢 不过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